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先程 最近的比特币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英国的多家医院也因为大规模的黑客攻击而瘫痪了 手术也被迫取消 被攻击的电脑会被黑客锁定 磁盘的文件会被篡改 图片、文档、视频、压缩包等各类资料都无法正常打开 必须要向黑客支付300美元的比特币才可以解锁 不只是英国、俄罗斯、韩国也有人中招 而中国的中招区则是在中国的高校 昨天贵州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均发布了预警 提醒师生注意防范勒索病毒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同学的电脑中招了 那些正在写毕业论文 又没有备份的同学 这次真的是要哭晕在厕所了 这次的勒索病毒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泄露的永恒自然的黑客武器传播的 所谓的黑客武器其实就是利用最新的系统弄动 用一个专业点的名词说就是零带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微软今年3月份发布的补丁 只要开机上网就有几率感染这款病毒 如果你的电脑还没有更新补丁 建议现在马上更新微软提供的补丁 更新补丁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打开系统自动更新 第二个就是安装360安全卫士 360这次也专门发布了免疫工具 大家可以下载安装 更详细的解决办法 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病毒查看更多资料 如果你的电脑不幸中招了 千万不要付款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 即便是付款了也无法接受你的资料 如果你身边也有使用Windows系统的同学 希望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 避免他的电脑感染病毒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下方关注我们 更多好而有趣的科技视频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科技线程 拜拜 拜拜 拜拜